尽管深喉咙 永多深 花多深 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是昏亮的 这个里面是坐完一个碗 不知道在哪里红盆 族心所谓的制纪室 机器还在轰然运作 桌上一颗颗白色 如乒乓球大小的 正是坊间流传的救命仙丹 安宫牛黄丸 但这里根本没有生产许可证 场地和设备全是租来的 而负责人是个退休的药厂主管 大陆警方日前接获民众举报 在江苏南京郊区这一座废弃厂房内 当场破获假冒北京同仁堂 制作安宫牛黄丸的地下药厂 每颗成本不到10块台币 经过包装转手运到香港 售价近高达港币700元 近3000台币 至今销售假药市值超过台币千万 获利十分惊人 这个安宫牛黄丸是一个 咱们传统的一个中成药 最早是注入温热病 然后后来发展呢 就是主要制向高热神昏 然后中风昏迷 安宫牛黄丸以犀牛脚粉 牛黄色香制成 曾在英国发生车祸而昏迷的 凤凰卫视前主播刘海若 也曾服用过婴儿热销 网路上还一度被炒作到 5万台币一颗 也让不肖伤人有了可乘之机 记者综合报道 咱们传统的一个中心 咱们传统的一个中心